起鼓鼓 上 我饿了 崇拜 菜也额帅 居然这种成绩 老师 我饿了 小胖 你要是再不及格 我就罚你一个星期吃不到客间餐 老师 你要是取消我的客间餐 我就更进不了格了 为什么 能量可以吗 能量可是用食物交换来的 我看能量转到你身上也是浪费的 还不如节约点粮食 关系运动会就要开始了 请各位同学在街在立正创家机 你说这次的冠军会是谁呢 当然是我了 四肢发达 没文化 那你呢 你能毛第几名 我 反正不至于是最后一名 反正我又不报名 怎么了 小祖宗 是不是不爱吃这些 那咱们出去吃人虾怎么样 喂 喂 哈公 气鼓鼓超能饮料严重成功 太好了 赶快送一份到我家 爸爸 什么叫做气鼓鼻 就是一种喝了以后 用呼吸就能发出能量的超能饮料 光看呼吸 好生气 对 对 这样就可以开飞机 开轮船 连能源公司的动力都可以全部解决了 能穿是这么大的能量呀 那当然 最近超市成的能量越来越不够用 有了这个就不怕了 慢点 别接着 好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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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总 你的怪箭 我就是包总 包总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是啊 料理 我说的是要是那个 那些小偶像是聪明的 你敢bug 你向总共创机 你敢说 你好 你敢说 你敢说 有你严重 你敢说 你敢说 我还敢说 我可以有你 能不能够 他敢说 你们就等着我拿冠军吧 过去各位 一拜 等等我 我爷爷在干比赛 小胖 你不要来找位了 小心被我的飞猫腿提伤 别理他了 比赛要开始了 小胖 快跑 这就是我魔鬼训练七七四十九天的成果 谁敢比我快 下面请酷酷老师为二百米冠军小胖颁奖 小胖 祝贺你举的这么大的进步 真是奇迹啊奇迹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我爱你 小胖是个努力创造奇迹的好榜样 来 告诉大家你都做了什么 因为我喝了奇蛊蛊超能饮料 很好 什么 超能饮料 超能饮料 奇蛊蛊是什么 什么回事 好了 小胖 原来你做屁 我 救命啊 救命啊 什么 奇蛊蛊超能饮料 终于轮到我出家了 你喝了奇蛊蛊饮料 为什么 我就是小胖会第一名 不许再吃了 快 把零食都上浆 不行 我饿了 可是你该打嗝怎么办 打嗝是一种消化反应 具体的来说 书呆子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空解释这个 上 小胖 其实我我特别崇拜你 我们也是 是不是 小皮 谢谢 咱们是最好的朋友吧 你不会伤害我们吧 我也不是故意的 完成现在 请报解除 现在离放学还有三小时 大家要严密保护小胖同学的安全 报告校长 你放心 小胖的零食都在被消灭 真好吃 你们给我留点吗 静一静 听说气谷谷是新产品 还不能完全确定只要不打嗝就安全了 那还能出什么事 难道他放屁也会 我给他吃起来 你没什么事 你没什么事 别人们应该出身的吧 我怕有没有事 我怕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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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会有事 你怕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怕有什么事 我怕有什么事 那就是让我足的喜欢 快 这里太危险了 马上疏散所有学生 还愣着干什么 快 我们都走了 那小胖怎么帮 小胖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不能读下他 小胖老师 您不是平常都教我们要帮助朋友的吗 如果我们不管小胖 那太不够朋友了 话是没错 可这里太危险 我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 不行 我们要帮助小胖 喂 你们别进去 今天在这么多人跟我讲镜头 不过老师 您看见曹明眼了 不 是我家单的没有 这群傻孩子 冲进去救人了 难道 难道地震了 刚才这一幕 就是发生在泡泡小学的感人场景 让我们为孩子们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安全度过这场意外 快 准备持终飞机 航空 现在该怎么办 让小胖再坚持一下 气鼓鼓明天就能自动使出效果了 什么 我命令你 我儿子连两分钟都不能忍 我命令你 马上研制解药 马上 老板 没那么快 我说 我儿子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 闭嘴 我儿子也在里面 小屁 老板一定会来救你的 猫